哈喽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我复工的第二天 那么刚才我去见了一位朋友 他本身是批发本地水果的 他就介绍我一个我现在手上抓住的这种叫菠萝蜜 是非常甜的一种黄梨 而且是水分非常多的 他就请了我吃一个 他讲你试试先 我说我不用我不用不需要 他讲我反正我得买的 我回去自己吃 他讲不要 我给一个你吃 你试试看 然后他就给我这一个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跟我一样很纳闷 哪有人请人吃黄梨 请吃菠萝蜜的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诚意吧 是不是 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吃菠萝 吃黄梨 都是把中间的蜜去掉 因为那个是吃了嘴巴会痒的一个部分 而且不好吃 但是他偏偏叫我吃 你就当冰淇淋来吃吧 我就试了一口 诶 一咬下去的感觉真的是非常棒 然后你们再看看这个视频 听听这个视频所发出的声音 先试明啊 这个不是我 绝对不是我吃到这样难看的 绝对不是我听听那个声音 是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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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么的诱人啊 第一次吃到这样子一样的 这个菠萝 这样多水分的黄梨 大家有机会就要试一试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OK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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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